温暖和爱 然后让他们就是感受到事外的 然后也可以就是一起早日早点家喻 从四面八方赶赴演出现场的演员们 没有经过更多的排列 却为大家呈现了感人自身的演出 为台湾加油成为当晚的主题词 我相信在这个灾难这一年 我们的台湾同胞也会一样 能够大家互相的关爱 互相的支持 希望我们台湾同胞 不要忘记还有我们的支持和鼓励吧 晚会设置了现场捐款环节 截至演出结束 共募集上款3.1亿元 将由中国红十字会转交台湾 全部用于灾区的灾后重建 谢谢大家的爱心 我们继续来关注的是北方的汉情 进入到8月份 我国的华北和东北 持续出现了降雨少和范围大的干旱天气过程 不过随着冷空气的南下和负热带高压的南移 未来几天东北地区还将会出现降雨过程 而汉情也将会有所缓解 今天我国华北以及东北汉区的降雨逐渐减弱 根据气象部门的统计 从8月19号开始 黑龙江辽宁以及内蒙古刺西向东 出现入眩以来最大的区域性强降雨天气 截至今天上午 锦州盘锦沈阳丹东等14个地市 均出现了暴雨 降雨量在50毫米以上 这次降雨虽然局部地区比较明显 但是降水总体偏少 从6月21号到8月18号 辽宁全省平均降水量仅为161毫米 较常年偏少近5成 其中辽西大部分地区偏少6到8成 为1951年以来降水最少 针对这次难得的降雨天气形势 气象部门实施了大规模飞机火箭联合增雨作业 出动火箭车118辆 发射火箭弹1020枚 气象部门提醒 各地要抓住25号以后的这次降雨过程 加强田间管理 把农作物的受汗情况减少到最低 再把镜头转向韩国 北京时间今天下午的两点 朝鲜调研团抵达了韩国首尔 前往金大中的灵堂进行悼念 韩国统一部的发言人千海诚 今天表示 朝鲜调研团访问首尔期间 除了调研已故前总统金大中之外 目前还没有与韩国政府官员会面的计划和安排 一起来看看本台特派记者李卫斌发回的报道 受朝鲜领导人金正日的委派 以朝鲜劳动党中央书记金启南 媒团长的朝鲜特使调研团 于当地时间今天下午两点 乘专机离开平壤 三点十分抵达首尔进步机场 调研团抵达后将直接去设在国会广场的 金大中的灵堂调研 并献上朝鲜领导人金正日的悼念话圈 了解 调研团有六名成员